这个厨子只有一只手 却在劈柴炒菜的时候意外悟出了一招必杀必胜的绝世神功 但厨子深知江湖险恶 此招一旦出手 必会引起轩然大波 不愿徒增烦恼的他一心想要退饮 却偏偏在退饮之时 碰见了那个男人 那个孤身一人便将整个江湖杀得破破烂烂的西门玉 而西门玉之所以来此 是位寻人 一个毁掉他必胜心血的该死之人 为了找到他 西门玉走遍四海八荒 如今他终于要得偿所愿 可遗憾的是 与那个该死之人一同出现的 还有一把斧子 阁下尊心 金 黄金的金 大力神父 金开甲 认出金开甲的那一刻 他怕了 十五年前的那场旷世大战 西门玉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那一年 金开甲与秋天明决战落魂谷 两人打的是昏天黑地 日月无光 直到秋天明挤出最强暗器孔雀灵 才勉强险胜 而丢了一臂 武功尽散的金开甲 自觉无言面对亲密 这才隐姓埋名 来到一所山庄 成了个只想做菜 而不愿说话的哑巴 应是无心 胜有心 不杂念的金开甲 境界更上一层楼 每日劈柴做饭在他眼中 竟也成了一种修行 工程之日 庄上来了两位客人 男的叫小五 女的叫刘欣 金开甲听闻此言 脸色巨变 因为她的女儿 也叫刘欣 你当真 当真叫刘欣 天上繁星的星 算算时间 年龄也完全对得上 而妇女相认的那一天 西门玉恰好上门寻仇 知其来意的金开甲 勃然大怒 让不可一世的西门玉 坠毁莫及 我不应该来的 我算错了 你已经在这里了 如果保证 以后不再找他们的麻烦 你可以放我走 除非你死了 西门玉文言 当即白开架是正欲死战 营院中一道暑光闪过 纵横江湖数十载的西门玉 便已胆软倒地 没了生机 之后的时间里 发生了很多事 高丽娶了为名叫双双的盲女为妻 一个认谁都说不出漂亮的姑娘 却被她视若珍宝 小五终于得知了刘欣 就是邓玉如的真相 也终于接受了心上人 正是刘欣的事实 躲在暗处的麻风 看着他们纷纷成双成对 心终于胃杂沉 握不住的杀 不如扬了他 得不到的人 那就毁掉他 于是 麻风在杀死后检的亲信后 与嫁祸给小五 但他只知道 乌尊神通广大 却不知道 乌尊可知晓过去未来 他看到了麻风杀死 亲信的过去 却偏偏长了 可只想恋爱的大脑 区区室友之仇 哪里得够哥哥的一句爱我 我曾经以为 我爱的是刘欣 可知道那天 我握着你的手 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你听到自己的心跳唱歌 我才发现 我爱的就是你 后检 你龙白妈 按说故事到此 本该结束 可身为乌尊的后检 却发现了青龙会的一个秘密 原来 那所在柱上的两条青龙 竟是狱族的前任乌尊所画 后检未就前任乌尊 不慎令身上的龙弦之毒复发 为了根治此毒 他找到了茶棚的老板娘 因为 他也是当年出逃的羽族之一 所以 他才会有专门克制羽族的龙弦 但想要解毒 仅凭老板娘还远远不够 于是 他们又找到了 食龙弦而未死的小悟 怎料小悟不但吸走了 他体内的龙弦之毒 还顺带吸走了乌尊的 一部分阴寒之力 煞世间 阴阳交龙 竟诞生出羽族百年难见的金兰天火 老板娘见后大喜 因为只有金兰天火 才能破出青龙身上的封印 而小悟深知 刘姓的性命 青龙会手中 虽以此为交换 驱走了可以掌握流星生死的魂牌 但小悟为了放出青龙 受了极其严重的内伤 青龙为了报恩 便带着小悟后检等人 一同回到冰狱 带着小悟伤狱 已是九月之后 那时 流星已经生产 而被仇恨蒙蔽的麻风 又再度找上高丽 他深知高丽这一年来 最新田园早就荒废了武功 自己若是与他决斗 他必会找小悟求援 届时 他先杀高丽 再杀小悟 是要将这些年所积攒的仇恨 宣泄一空 但麻风没有想到 高丽竟向小悟借来了孔雀灵 他更没有想到 其实孔雀灵早已丢失 小悟借给高丽的 只有那被他遗忘的信心 只见寒光一闪 麻风的脚鞭 便已落下片片雪花 一切都结束了是吗 结束了 明天 明天我们就离开这儿 去哪儿 孔雀山庄 然后 把孔雀灵还给凤舞 他借给你了 借了 你没用 不需要用 当你有了孔雀灵 你就代表着权威 代表着自信 我想 如果没有了他 我或许还不是 麻风的对手 那你能让我摸摸他吗 打开包袱的那一刻 高丽终于明白了 小悟的良苦用心 只是 真正的孔雀灵 究竟去了哪里 却永远的成了一个谜 给你了孔雀灵 我提供了孔雀灵